马来西亚沙巴州一名爱心爆棚的座轮椅男子 8月10日发现一只小猫慌乱地抓住河堤的石头 担心快要掉进沟渠 他虽然失去双腿行动不便 但仍决定下轮椅 逐步挪动到河堤靠近小猫 把他救上来行为令人动容 片段由男子的友人拍摄 从片段可见木兹塔西德 在斜铺的草堆中 以双手向前移动 落到底部时 他发现跟小猫位置相差太远 于是调节位置 最终他俯下身伸手捉住小猫 他之后放小猫在草堆的安全位置 用手臂爬回轮椅上 小猫骑后快步走上斜坡 并过马路离开 好大刺小猫 哦哦 好,好,好,好 好,好,好 好,好,好